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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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 那基本上就是所有单位了嘛 然后接下来 那个渗透的过程是什么呢 渗透的过程 他说叫指示资助委托 我简单讲 看起来很有文周周的样子 意思就是指示 就是透过某种语言或文字 那委托或资助 就是有某种金钱往来 问题是这怎么查呢 如果是一群人在一个研讨会里面 中间讨论到两岸未来要和平 或甚至要统一 中间有些发言 这叫指示吗 这有语言又有文字 那资助就更麻烦了 资助就是你跟大陆有业务往来 你是个老师去教课领到课酬 你是个演艺人员领到表演费 你是个厂商你卖水果 这都可能变成金钱往来 所以这很危险 换句话说 什么团体都包山包海 什么动作只要有互动都可能在里面 那他们说没问题 只要你最后不从事渗透行为 问题是渗透行为也写得很模糊 里面有一个最模糊的叫游说 这个游说很麻烦的 你只要跟政治人物有接触 谈论到与两岸有关的议题 这算不算游说 这个步骤就很危险 然后另外政治现金 你本来捐个钱给你喜欢的人没事 可是你现在如果捐了个钱给某人 他说你昨天在大陆讲课领了一万块 你今天在台湾捐了一千块 这个连起来咯 像这样搞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所有在台湾跟人讲话的 跟人写email的 跟人有金钱往来的 都有可能在到时候 未必能够最后定罪 我要先说 但是光是骚扰你 让你害怕 他的目的就达成了 所以他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让大家觉得 那你就少在台湾谈政治嘛 少谈政治就没事了嘛 或者少去大陆就没事了嘛 他的目的其实一部分是这个 什么意思 让大家不敢去大陆 不敢跟大陆交流 然后跟大陆交流了之后 回来不敢讲政治 那大家不就全部惊若寒蝉 是的确是这样 听了尤教授的介绍之后 感觉有那么多的台商和台生 经常往返于两岸 那么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 刚刚我们看到于强教授 也在居秀示意 我们再来听听于强教授的观点 一般我们来说 这个过新年嘛 大家总要说个吉祥话 好朋友之间要送个礼物 然后表达一下心意 结果台湾同胞 2020年1月1号一觉醒来 发现蔡英文给大家 送了这么一个炸弹 而且这个炸弹 绑在每个台湾同胞的身上 那个炸弹的遥控器 在蔡英文的手上 你说可怕不可怕 这个法案写得非常的可怕 如果你来过大陆 你说你来大陆 是不是要跟大陆的朋友 大家一起见个面 咱们中国人嘛 你到大陆来 你是客人 那我请你吃个饭 作为主人 我们是应尽的义务 对不对 那叫不叫资助啊 或者说 好 不吃饭 我们带着台湾的朋友 到处走一走 看一看 那个什么 比如说 让你尝一尝 我们北京的冰糖葫芦 好 我买两串 我一串 他一串 这个叫不叫资助 再比如说 台湾的学者来大陆开会 像刚才游教授谈到的 在那个现场 大陆的学者说 我们一起来 共商祖国如何统一 没有问题吧 可是在台湾看来 蔡英文看来 这个叫不叫指示 您说的这一点 就是特别好奇 比如说 游教授来大陆了 年轻游教授吃了顿饭 或者是给他买了一串 冰糖葫芦 这个回到台湾岛内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游教授 如果说这件事情 是真实发生的 于强教授 送了您一串冰糖葫芦 还请您吃了顿饭 您回到台湾之后 会面对什么 吃了顿饭 或冰糖葫芦 或是我前面讲的 还有更后面 大家更担心的是更严重的 比如说 我来唱了首歌 我参加了大陆个晚会 大陆给了我一点酬劳 好 我回到台湾之后 会发生什么呢 我回到台湾 如果我敢针对 两岸的议题发言 如果我接触到台湾 某种跟两岸议题 决策有关的人物 如果我想要捐钱给某个人 我就高度的可能 被某人到法院去检举 检举什么呢 说这个家伙 我怀疑他接受资助 所以冰糖葫芦能不能算呢 那个人如果来检举 真有个检察官说 冰糖葫芦真的是资助 吃人的嘴软嘛 好 开始查 那他接下来怎么查呢 你跟大陆最近有什么通讯啊 你还收了哪些大陆的钱呢 他就算最后定不成罪 最后发现是乌龙一场 发现是完全是那个检举人乱搞 可是这对我的生活造成的伤害 对整个大家本来想捐钱 或想说话的人 造成那种人心的压力 太可怕了 这个时候可能给岛内的 这个同胞带来的是一种 心理上的压力和伤害 因为这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盘查和调查 连隐私都没有了 那么未来可能在心理上 就会没有安全感 那么同时 大陆这位跟他交朋友的人 那心理也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了 那将来我还要不要跟你交往 我给你打个电话 可能我们之间都会有某种连接 所以我们才说 这部法律就是 说叫反渗透法 实际上它是反交流法 它本身的用意 实际上是把两岸的交流 完全地断掉 因为这件事情你往下去想 这对于台湾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台湾的演艺人员 比如台湾的艺人来大陆 大陆也有粉丝 好 来唱歌 这次跨年晚会不是有很多 很多台湾的歌手 是啊 各个电视台都有 好 以后呢 如果你再来大陆唱歌 完了之后它会不会办你 有很多台湾同胞在网上 做直播 开直播 做网络主播吧 那你下面的留言 哪来的都有吧 大陆的朋友下面留个言说 台湾同胞 两爱一家亲 共同维护组合组合统一 这个台湾当局将来 万一说这个叫指示呢 万一给你找麻烦呢 网络主播要不要打赏 那大陆朋友说 我觉得这个网络主播不错 好 我给你打个赏 打了赏之后呢 这个叫不叫资助啊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 其实只是一部分人群 我们看到有很多评论认为说 这部反渗透法呢 其实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 那么为什么说 它涉及到每一个人 因为这个法律啊 从整个过程来看 争议一堆 每一个环节都有争议 台湾地区啊 一般这种法律要推 一般来说 行政机构要出一个版本 为什么 因为这个法律最后的执行 很多时候需要 行政机构的配合 所以行政机构 都有一个意见 这个法律提的时候 谁提的 台湾行政机构没有提 是民意党立法机构党团提的 好 这个法案提出来 以台湾地区的习惯 法案提出来之后 接下来要干嘛 要办公听会 这个法案 第一天提出来 第二天就办公听会 办了一场之后 直接就后面就没有了 台湾的立法 怎么会只办一场公听会 还办成这个样子 过去啊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意党不断地批评国民党 就是国民党办了 很多场公听会 民意党还说不够不够不够 好你今天民意党 这个法案就办了一场公听会 而且第一天通过 第一天把这个法案跑出来 你第二天就办公听会 很多跟这个法案有关的人 我都不知道你要办公听会 结果就办完了 一场办完 马上就开始进入下一个程序 这是第二个问题 好 再来 这个法案办完公听会之后要干什么 台湾的立法机构会有各个专业的委员会 比如交通啊 教育文化啊 司法法治啊 卫生环境啊 各个委员会 为什么要设委员会 因为每个委员会 不同的民意代表有它的专业 要到委员会中 大家仔细去讨论 说这个法案 因为立法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所以要先进委员会 大家来讨论 这次有讨论吗 没有 直接就叫做禁服二读 直接禁服二读 委员会讨论被省 省月过了 你在急什么 好 再往下 时间上说 这个法案11月27号推出来 12月31号就过了 30多天 从提出来到全过30多天 这有多快啊 台湾立法机构里有很多法律等着通过 那些法律跟台湾的民生 跟台湾的环境 跟台湾的经济细细相关 结果这个法律呢 就不断地去加队 不断地加队 不断地加队 30多天就通过了 急什么 所以这个法律 从开始到后来一堆问题 从立法的程序来讲 一堆问题 还没完呢 再来 这个法案啊 它到底谁执行 它没有说得很明确 可是如何处罚 可说得很明确 而且说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实话 没有确定执行部门 谁执行 谁执政谁执行 就是蔡英文给自己一张 权力的空白支票 想怎么填都可以 对于民进党当局强推恶法 国台办表示 匿名心而动 蓄意制造两岸对立 挑起对抗 必将自食恶果 台民众会如何惩罚蔡英文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刚刚有教授也在举手 这个听起来真的很恐怖 那么之所以强行通过呢 就是害怕遭到反对 那么除了这部法案之外 蔡英文上台之后 还强推了哪些相关的法规法案 来刻意地制造两岸情绪的对立 和政治的对立 来阻挠两岸交流 其实为了蔡英文要选举 所以之前就已经搞了很多很多 他所谓的安全无法 就在很多现有的台湾法律里 加一些条文 补充一些条文 比如说什么不能泄密 比如说两岸如果要签协议 需要办公民投票 需要双重审查 他改了一堆法律 那改了这堆法律呢 目的是什么 营造一种 现在台湾正在被渗透哦 所以我们必须提高 这些安全的法规 那这个法律里最代表性的 当然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反渗透法 但是看起来是一个法律 这个绿色恐怖啊 却是一个又一个的修改 累积起来的 所以现在你可以说 台湾到了选前 这种哎呀 我会不会被认为是被渗透 这种心理的恐惧是很大的 你以我在大学教书举例 请问我跟大陆一个大学交流 要不要讲话 甚至要不要领教课费 讲课费 我领了 回来我要不要 我可不可能针对某个政治议题 就我的专业 在台湾发言 那也有可能 这三个一串啊 那个恐怖就成型了 所以你看啊 台湾有很多教授 并不是像我这样 在台湾的媒体 在大陆的媒体 还拥有一些的知名度 他如果来对我做什么 我还有一些反抗的能力 可是一个小小的教授 他没有 平常没有上媒体的 他如果被这样动啊 他连叫痛 理他的人都可能不多 那这样 大家不都人心惶惶了吗 这个人心惶惶 到最后你会怎么选择呢 你选择的就是 那我就少去吧 那我就少说吧 我说说这个法律 是这个目的的 你可以说 这台湾现在这种 绿色恐怖的气氛 已经弥漫在 很多跟大陆 有接触的人这里 那当然 他要愚弄的是那群 完全跟大陆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这群人呢 就是他要愚弄的目标 可是他伤害的 却是台湾许许多多 跟大陆交流交往的人 以及发展的机会 据说大陆方面 一直持续不断的善意 让很多的台湾同胞 都能够理解大陆的深意 并且享受了 大陆方面的一些 优惠的政策 所以说台湾当局 非常的恐惧和担心 他们害怕 岛内的同胞跟大陆 有更多的交流 致使他们在岛内 做的一些恐怖的宣传 被识破 所以说 搞绿色恐怖的根源 在于说台湾当局的不自信 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不仅是他不自信 是他根本就没能力 去处理两岸关系 而且2016年蔡英文执政以来 他碰一鼻子灰的事情 是越来越多 他现在的这个模式 用台湾同胞的话说 叫做打自己家的孩子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 2018年春节加班机 这明显 其实对台湾同胞是好的 你在大陆经商求学的 过年总要回个家 那春节要加班机 结果台湾当局就不允许 后来影响了一百多个航班 影响了有五万人 讲实话 你想春节期间 坐那个加班机的什么人 在大陆读书的 在大陆读书经商的台湾同胞 你不让他回家 你伤害的是台湾同胞自己 除了那些人之外 还有一些是要去台湾旅游的 大陆的朋友 你把这个春节加班机取消了 他没法去台湾旅游 伤害的是台湾的经济 你民党这样做 你真的爱台湾吗 你不是给台湾同胞添堵吗 这是一个事 我们还记不记得当时 金门供水的时候 民党当局就是各种阻挠 给金门供水这件事情 敏感在哪里 你告诉我 到今天为止 民党当局是不是也说不出 所以 就是说不能供水 不能供水 什么不能供水 我们今天金门就供水了 怎么样 金门同胞享受到利益了 民进党的阻挠有意义吗 而且不仅金门供水了 我们现在马祖也供水了 事实证明 民进党再度被打脸 但是民进党就不断地去做这种这样的阻挠 再比如说 我们大陆欢迎台湾的年轻人来大陆读书 这是一件好事 民进党就各种阻挠 可是你阻挠得了吗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高中的老师 高中的校长帮助台湾的同学说 你的这个特长比较适合去读大陆的哪个学校 而且他的现在的这个目光 不仅放在像这个北京上海 这个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 其实全大陆中西部各个高校 他都会帮同学规划 台湾的补习班的老师也会教着同学说 大陆不同的大学 不同的城市有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来帮助同学 民党党其实是挡不住的 再比如说 我们大陆每年办比如海峡论坛 企业家的紫金山峰会 参与文当局是不是都是 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 你拦得住吗 我们今年海峡论坛参与人数历史新高 我们今年紫金山峰会 两岸企业家的紫金山峰会历史新高 什么叫历史大事 这就叫历史大事 民党拦是根本拦不住的 是 刚才我们也谈到说 大陆方面推出了很多 有利于台胞在大陆求学发展的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在岛内 台湾同胞的认可度是什么样的 那么如果说台湾当局 特别是蔡英文要强推绿色恐怖的话 跟大陆的汇集台湾同胞的措施相比起来 这不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吗 李鸿这就讲到重点了 他们最近搞这个绿色恐怖 跟大陆的汇台措施有没有关联呢 很多人都认为是有关联的 为什么 大陆优惠台湾人 台湾到大陆可以拿到实惠 你台湾要跟大陆这种措施对抗 要做什么呢 真要竞争的话 你台湾也搞汇赂措施 你搞汇台我搞汇赂 看谁给的优惠多 我们谁给的优惠多 代表我更能够有竞争力 本来应该这样 但是他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们说大陆汇台啊 我们要强台 强撞台湾 你真的强撞台湾也没问题 他现在这个墙啊 是围墙的墙 先搞个墙把你挡住 然后接下来是强力交的墙 把你的嘴封起来 为什么 他现在推这个法就是 你到大陆只要得到了 汇台的措施的帮助 你就资助了 你可能参与活动就被指示了 回到台湾 你就最好把嘴给我用强力交连起来 你到台湾如果敢说什么 大陆好啊 两岸和平不错啊 接受指示 在台湾进行游说 这个可能就会出现 那所以他的目的就是 既然挡不住人去 怎么办呢 我封住你的嘴 还有对于那些没有竞争力 拿不到这些优惠的人 反正他就把你关在墙里 你以为墙里的世界 就是整个世界 就在玩这种渔民的游戏 所以去的人整你 不去的人骗你 弄到最后 台湾就是自己关在这里面 然后以为台湾就是世界 他以前的口号叫做 带台湾走向世界 现在变成 以为这个小小的岛就是全世界 自己爽就好了 我认为这种做法 最后只是让台湾 失去所有的发展机会 而且对于真的在两岸 从事交流的人 你挡也挡不住 大家只是觉得 以后说话要小心 以后恐惧非常弥漫 在两岸交流的人里面 但最后这种做法 终究是会被中间选民 给唾弃的 所以说这部反战斗法 就是刻意地制造了 两岸的对立 来阻挠大陆方面 一直以来释放的善意 那么对此国台办也有表态 您怎么来解读国台办的态度 国台办的这个表态 其实一针见血地指明了 现在蔡英文当局的图谋 并且其实也说明了 这个图谋是不可能成功的 现在两岸的民心 就是要交流 要合作 要发展 特别是我们有31条 和26条之后 其实这样一个潮流的速度 是越来越快了 民进党当局想通过 这样一波法律 去阻挡这样一个潮流 实际上是注定是要失败的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两岸从这个开放到今天 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是大陆方面 还是台湾方面 其实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逐渐都越来越感觉到说 这个交流的来之不易和可贵 所以这个时候 当民党当局去阻挠的时候 大家反而会更加地 珍视这份交流的成果 大家也更需要 把这个交流推向前进 所以民党当局 推的反渗透法 它目的本来是想 在两岸之间制造对立 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民营党 占到了所有中国人的对立面 包括大陆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 它跟所有的中国人为敌 像这个 余奥水刚才谈到的 蔡英文这样对台湾民众 台湾是个有选举的地方 每个台湾民众 心里不会想 你这样对我 到底台湾谁最大 另外 两岸的这个交流 对于台湾来说 带来的是滚滚的商机和发展的机遇 蔡英文以前在野的时候 讲过一句话 他说ECFA是所谓的糖衣毒药 好啊 你蔡英文2016年就执政了 三年多 你如果觉得它是糖衣毒药 你怎么不废啊 他连讲都不敢讲 他从执政之后 再也不敢讲这个话了 而且不仅如此 我们看到台湾的 蔡英文任命的 这些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还出来讲说 ECFA这个东西 其实是双赢的 因为一旦当家之后 他也知道 那个两岸交流 两岸经济合作的事 其实党是挡不住的 而且蔡英文这样去阻挡两岸交流 会伤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想方方面面 两岸之间 无论是从文化 从血缘 从地理 各个方面 它的那个血脉 是几千年来形成的 所以那个展是展不断的 也许蔡英文通过这种反渗透法 会给两岸的交流 在短期内 可能会带来这样 或者那样的障碍 但是我想 历史的大事 是蔡英文和Mina当局 怎么挡都挡不住的 是的 自从蔡英文上台执政之后 两岸之间的交流 一直在倒退 而蔡英文当局 现在推的这步反渗透法 更会让台湾同胞 人人自危 那么对于两岸交流 又会起到一个开倒车的作用 所以说 未来两岸之间的交流 大陆方面持续的善意 和对台湾同胞利好的 一些相关政策 在台湾当局的恶意打压之下 那么台湾同胞 还能享受到多少呢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李红 游王上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毕与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